大家好,我是牛哥甜品 今天继续来聊一聊广西爱情故事里面的小勇 大家也知道小勇走桃花运了 他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二婚女孩 其实也不能叫做二婚女孩了 因为二婚的应该来说叫女人吧 二婚的女士表示尊重 二婚的女士已经有一个女儿了 而且年龄看上去应该是超过30岁了 可能实际年龄比小勇还要大一点点 但是小勇说不管是二婚还是有女儿 小勇说看了他的照片 感觉人还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他也愿意和二婚的女士接触和相亲 看一下到底适不适合 今天小勇在广大网友和粉丝们的热烈期盼之下 小勇终于把神秘的相亲对象照片给大家公布了一下 结果牛哥看了神秘的相亲对象的照片 发现了这个神秘女士 确实如小勇所说 长得是非常的漂亮 也不是说像明星那种漂亮 而是放在一堆普通人当中 他就非常显眼的那种漂亮 而且生产也非常的好 虽然已经结过婚生过女儿了 但是那是小勇的菜 所以小勇的爱赖不肚子激动 今天小勇一大早就起床了 起床之后干什么事呢 首先呢 这个吃饭能得干饭 所以呢 小勇呢 这个今天那一大早呢 就是应该来说也不是一大早了 是日上山竿了啊 小勇呢 日上山竿才起来找饭吃 小勇呢 本来呢 想去早餐店里面买早餐的 后来想到呢 凤姐呢 这个昨天这个收走了 他1800块钱的房租费啊 这个凤姐呢 不包吃啊 这个不包住了 所以呢 这个小勇呢 很生气 小勇呢 今天呢 就打算呢 在凤姐家的厨房里面 搞一点吃的 因为要住在这个凤姐家里面 凤姐呢 今天呢 上班去了 所以呢 小勇呢 就找到了凤姐的老公周总啊 小勇说 姐夫啊 今天呢 我肚子饿了 能不能在你们家厨房吃点 早点吃的 然后呢 这个凤姐的老公周总啊 非常的大方啊 说呢 这个啊 你可以啊 你呢 他在厨房能找到一点什么吃的 你想吃就吃吧 然后呢 小勇说谢谢姐夫 然后呢 他就下楼了 下楼之后呢 看见这个凤姐家的电饭包里面 还有这个很多的粥啊 小勇呢 给自己呢 绳了满满的一大盆粥啊 这个真的是 太胃口太好了 啊 比这个凤姐家的这个啊 几头小猪的胃口还要好啊 小勇呢 这个也是一个大胃王 然后呢 这个小勇呢 今天呢 看了一下这个桌子上的剩菜啊 今天呢 只有两啊 两碗菜 一碗呢 是酸菜 一碗呢 是白菜 小勇说呢 这个粥呢 看起来呢 非常的有食欲 但是呢 这个酸菜和白菜 让他食欲啊 大减 说呢 这个终于啊 这个发现 小勇小峰 为什么这么瘦了 为什么这么矮了 那是因为这个 他们这个广西青州人啊 早饭和午饭 都吃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小勇说呢 我们家的伙食呢 也已经算差了 但是呢 这比我们家的伙食还要差 然后呢 小勇呢 就开始大口大口的 这个喝起粥来了 小勇呢 其实大家也知道 他呢 是这个表里不一样 这个嘴上说呢 这个说 凤姐家的剩菜剩饭 太不好吃了 但是呢 那嘴巴呢 却是大口大口的喝着粥 然后呢 吃着酸菜和白菜啊 这个津津有味啊 让人看的呢 也是食欲大增 吃这个喝完了粥 还有一点点呢 这个小勇呢 就把这个粥啊 给小狗吃了 也不知道 凤姐看了这个视频 小勇会不会被打死 大家也知道 凤姐家的粥啊 是给人吃的 小勇呢 却自己这个呐 成的太多了 吃不完还喂狗啊 浪费粮食啊 还有呢 今天呢 这个小勇呢 大家也知道 他呢 这个又来到了小凤的地方 这个小勇 为什么要来找小凤呢 最主要呢 就是这个小勇呢 说啊 再过三天呢 就要回这个 呃 桂林评论相亲去了 呃 然后呢 还把自己这个 就是要相亲的神秘对象 给小凤看了 小凤呢 这个啊 就是呃 连问了三个问题 来打击小勇 呃 说小勇啊 我看这女人呢 已经超40岁了 你才30岁啊 你要给自己找一个老姐姐吗 这个小勇说 这个骗人 这个 就是相亲对象啊 也是差不多年龄的 然后呢 这个小小凤又说了 呃 我看这个相亲对象 目测 他呢 有200斤重 小勇说 这个你又来这个 就是打击我200斤重啊 那还这个不肥的像头猪啊 然后呢 这个小勇说 你看看这个 呃 就是相亲对象 呃 脸呢 非常的瘦 而且呢 生产的也非常的描写 呃 苗条 最关键呢 他的身高比这个小凤要高 这个小勇说呢 你看看 人家身材比你好 脸比你漂亮 其实呢 你也没有什么资本可以炫耀的 然后呢 这个小凤说呢 人家生了孩子啊 我呢 我呢 是这个就是投婚啊 然后呢 这个小勇说呢 投婚啊 其实呢 也一般啊 这个钱啊 就是昨天啊 昨天呢 这个小勇小凤呢 还问起彩礼问题 这个小凤呢 问小勇啊 说呢 如果你这个 就是这个相亲对象 同意和你结婚了啊 你准备付给相亲对象 几万块的彩礼 小勇说 至少得七八万 然后呢 这个小凤说 那我怎么只有三万的彩礼 啊 你这是厚此薄彼啊 然后呢 小勇呢 这个就是 呃 微笑着 没有回答啊 说呢 这个 因为呢 这个你和我呢 就是太远了 三万块钱呢 打给你啊 相当于呢 论水里了 但是呢 这个 就是神秘的相亲对象啊 给他七八万 说不定他把这笔钱呢 又给我了 所以呢 这就是小米 是小勇的精明之处啊 这个小小凤呢 今天呢 反正呢 是这个和小勇呢 唱读啊 唱对台戏啊 小勇呢 说相亲对象漂亮 小小凤啊 就说相亲对象不漂亮 小勇说呢 相亲对象苗条 小凤呢 就说相亲对象 种两百斤啊 肥的像猪啊 远远不如自己的身材好 然后呢 这个小凤呢 又说这个相亲对象有孩子 自己呢 至少呢 是投婚的 这个小勇呢 减个二婚的当爸爸啊 然后呢 说小勇呢 这个脑子呢 肯定是进水了 我感觉呢 小勇的脑子有没有进水呢 依牛哥的这个看法啊 小勇呢 已经三十多了 和小凤呢 谈了一年多的恋爱 但是大家也知道 这个就像小勇所说的 小凤啊 你看我跟你 谈了一年的恋爱 我有没有亏待你 你想吃鸡的时候呢 我给你买鸡 你想吃鸭的时候呢 我给你买鸭 你甚至呢 还要买昂贵的牛肉和羊肉 我呢 也曾经呢 买来了羊腿给你吃 所以呢 这个小勇说呢 我对你呢 人之意境啊 你想干嘛 我全力支持 这个吃的喝的玩的 我哪一样 这个少了你 然后我对你这么好 这个小勇说呢 那你还不跟我马上的结婚 我对你呢 对我的真心的深感怀疑 到底你是这个有没有 这个和我一起认真的谈恋爱 还是说把我呢 只是当做一个视频合作伙伴 当成了一个这个备胎啊 我感觉呢 小勇呢 当备胎概率呢 也是挺大的啊 小凤呢 大家也知道 他呢 这个曾经呢 也和好多位自媒体呢 有过视频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后来呢 都被小凤呢 一脚踢开了啊 所以呢 这个小勇呢 作为小凤的第三任 这个自媒体合作伙伴啊 会不会分开 也是很有很大概率的啊 很有可能会分开 但是呢 也很有可能呢 小勇小凤呢 会一直走下去啊 两个人呢 会结婚登记啊 希望两个人最后 能够这个修成正果啊 能够步入婚姻的殿堂 然后呢 这个小勇呢 最后呢 这个劝不劝不了小凤啊 就只能呢 给小凤的料狠话 说这个小凤啊 这个就是错过了这个店啊 就没有那个村了啊 说呢 你呢 再不珍惜我的话 我三天后呢 就要回桂林去了 到时候呢 你如果跟我去 那我就和这个相亲对象啊 一刀两断 如果这个小勇说 你让我独自回去啊 啊 那我呢 这辈子啊 这个再也不跟你联系了 你也不要再发这个微信过来了 以后呢 这个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走我的阳关道啊 感觉呢 小勇呢 也挺生气的啊 啊 这个昨天和今天轮番 做小凤的思想工作啊 让小凤呢 立马呢 跟着小勇回桂林去 但是呢 这个小凤呢 今天和昨天的回答 还是一样 说呢 走不开 短短的三个字啊 就把小勇呢 打击的是不行的啊 然后呢 这个我估计三天后呢 也有可能小勇真的会离开青州 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呢 这个就是朋友介绍的 这个二婚的相亲对象 长得呢 是眉亲目秀 而且呢 非常的苗条啊 最主要呢 就是这个小勇呢 觉得这个二婚的女人啊 他可能要求更低 这个可能呢 这个对婚姻的这种想法呢 就更加的迫切 小勇说 如果和相亲对象谈得来 今年年底 他们就会举办婚礼啊 也不知道小勇呢 这个嘴巴里跑火车 到底哪句真哪句讲 但是呢 在最后牛哥还是想祝愿小勇啊 能够早日结束单身啊 尽快呢 这个找到这个幸福的婚姻 好了 今天的视频 那就拍到这了 大家对于这个小勇啊 这个就是让小凤啊 一起呢 回桂林去啊 小凤不愿意啊 大家觉得这个小勇这一次啊 他是该留下来的 陪小凤呢 还是就是该毅然决然的啊 就是回家呢 这个去这个相亲呢 欢迎大家在本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麻烦大家长按键的 我秒钟给我来一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